大家好,先祝大家聖誕快樂,以及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2019年快到了,不知道大家準備好自己的日程簿嗎?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製作自己的日程簿 我在製作日程簿的時候經歷了五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確立目的,我本簿到底要做什麼呢? 第二是訂定格式,第三是選簿,第四是簿上寫草稿,第五是正式製作手像 我現在會逐個逐個步驟分享一下究竟我是怎樣做的 首先由第一個步驟開始說,確立目的,究竟我想用日程簿來做什麼呢? 是用來打卡的,記錄一下我做運動的時間,我走路的步驟 我是不是每天都喝到一定份量的水,還是我想用來做每日一根據的 我想學一些可能言語,英文的言語,或者中文的言語,揭後語等等 我就每天記錄一句的,或者是想做新資預算表,想用照片,用相片去記錄自己的生活 當你確立了目的之後,你才能夠做到下面的步驟 有時候每一個日程簿,或者手像,不是只有一個功能 可能你上你的日程簿,那麼多功能都包含了 這個時候你就要選一個主要的目的,和次要的目的,去分配你本手像的不同的格式 因為如果你想每一樣都做完的話,那本日程簿就可能會比較厚 而且你選的紙張都要比較大 幫我們大概決定好日程簿的目的之後,我們就可以細緻想一下 每一版究竟有什麼內容?你是想以週、月、日為主要格式? 用相片為主要格式?我每一版是希望有一個目標欄?打卡欄? 有一個可言包括了飲水、做運動或者閱讀的紀錄 而且在這部份也都會加入每一日我用了多少錢?我收入了多少? 那你決定每一版的內容的時候呢,都需要考慮你怎樣表達的 你是希望用填顏色?用圖片?還是自己畫公仔? 又或者是用文字去表達呢?如果你覺得打卡是用填顏色方便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想一下,究竟我是填一隻顏色?用剔?用交叉?還是用不同顏色表示呢? 如果你是文字的話,那你就要留下有足夠的空白位置給你寫字 如果你覺得自己畫公仔比較好一點的 那你也可以留定一定的空位或者是某一個框框 這個部分就是你要自己知道的部分就是給你畫圖畫的 那你去想每一版的內容和表達的形式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一下兩條問題 一你自己是喜歡寫字多一點,影相多一點,還是畫畫多一點呢? 你是喜歡整個版面是色彩豐富多一點的,還是黑白已經覺得很好 其他人的手帳可不可以給你一些想法呢? 有時候參考其他人可以避免自己撞板的機會 也可能會啟發到自己有新的想法 那這裡我就有一些圖片,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也是在網上找的 那這些圖片的出處,我就會放在資訊欄那裡 那你如果想看一下更多有關別人打卡是怎樣打的 有什麼形式的話,都可以按進去連結看的 好快就來到第三個步驟,選擇適合自己的步驟了 那我們當下採取自己的日程簿當然需要有一本不少 那坊間賣出簿的地方都有很多,品種也亦有不少 那我們就要選一本適合自己的步驟了 怎樣為之適合自己的簿呢? 我們就要想以做這是 這本寶來做什麼 而我每一本寶 剛才想過的格式 究竟有什麼呢 我大概需要多少頁 本寶的大小 大概要有多少 才能滿足到我的需求呢 這裡有三本寶 一個是TN size 另一本是橡筋 有圈圈的 前後也有袋的 是皮製的一本寶 又或者是Middle Ring的 它是用白色格子 比較厚的一本寶 究竟哪個厚度 哪些紫質比較符合自己的需求呢 除了寶的大小 和厚度之外 你還要想想寶裡面是格子 網枕、空白 還是畫畫專用的畫紙呢 空白頁的好處 就是可以用你發揮 但如果你想整齊一點 我還是會建議用格子 或者是網陣的 因為這兩種格式 都是比較容易給你畫表格 又或者是 對分整齊每一行字 每一條線 那我自己就覺得Middle Ring這個牌子 是比較適合我自己的 那我選好了寶之後呢 我就會打開它的封面頁 封面頁之後呢 我多數會留一板空白的 然後在這一板開始 或者這邊 兩邊都可以不要緊 就會寫草稿了 寫草稿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我自己後面的製作呢 有一個板可以跟 不會寫到那些格子錯了 又或者是 一時覺得 這個項目好像比較好些 另一時又覺得 咦好像這個形式好些 但如果當我們不知道 哪一種形式比較好呢 就直接寫到後面的話呢 那你又覺得不好看 就又要重新來過 當你一張紙寫得不漂亮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撕掉它 那你就變成一半部不能用了 那我在這裡呢 就會試了幾樣東西的 首先我是希望 用黑色線去畫格子的 因為呢 剛才你也看到啦 它自己內附的是白色 是暗格來的 其實真的比較難看 如果我到時候 日後啦 要寫東西 還要逐個格子 逐個格子去掃 是非常之麻煩的 那我就選擇用黑色的線 那我用的是這支筆的 為什麼會用呢 就是因為它防水的 我會在上面用黑色彩 或者是用水彩的 那如果那支筆是會化的 那我畫的線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多數會用勾線筆的 那這些筆在文具補 都會用在這裡 用這些筆呢 我會用兩個型號的 一個是0.1 另一個是0.8 寫碎的數字的時候 我就會用0.1 畫粗線條的時候 我就會用0.8 剛才在第二個步驟 我們不是定了自己 屬於自己的格式嗎 那我這裡呢 就有幾個 首先會有年份和月份 上面這一欄呢 就是星期來的 下面這一欄呢 就是天氣 那我就不會圈的 我就是當日自己畫公仔就算了 譬如有太陽啦 雲啦 陰天 下雨啦 或者是雷電 下面這裏呢 整個格格呢 都是給我寫自己要做的一些目標的 因為我這本簿的目的呢 是記錄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 並不是要來做任何的計劃 那這裏呢 只不過有大字給我知道的 因為這本簿呢 你也看到了 比較厚一點的 如果帶出去呢 是會比較麻煩的 所以我自己的行程簿呢 是有另外一本比較薄一點的 但是我想知道自己的生活作息 有些什麼的變化 哪些需要調整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在 在那浪費了些時間 那我就嘗試一下 用時間軸的形式去做的 因為時間軸呢 其實已經不是吧 新東西啦 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都嘗試用的 以前我就會覺得比較瑣碎 但是最近可能因為放假 在家裡呢 就會覺得自己計劃時間那裏 好像有點不太好 所以我這次就是 以每一日的時間 做為一個自己整本簿的單位 那下面呢 因為它24小時 那原點呢 就是代表了 嗯 答半啦 譬如這裏呢 1 2 3 4 那就4點半 4點5點半 6點半啦 但因為我這次只有自己試過 我發現呢 這本簿的格子呢 相對是 其他的格子都比較大 所以 我寫 每一個數字的時候呢 就不可以在格子中間 而是要 要把數字跨在 白色線上面 就是好像這裏 它的4呢 你會看到是在白色線上面 中間 哎呀不好意思 中間的點點呢 就是在兩個白色格子的中間 這個是我後來改的 就是因為我有做過草稿 發現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那這個就是草稿幫到我的地方啦 下面呢 就是要你記錄我三餐吃什麼的 其實我一開始都不打算記錄這個的 不過我上網看到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記錄的 我就會想試一下 咦 其實記錄這個有什麼的作用呢 我也想 嘗試一下 我就自己在這裡寫了 然後 這個每一天呢 都有剩下的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呢 我就希望寫一些 我每一天學到的說話 可能是我提書學回來的 又或者是我那天 經歷了一些事情 我有些想法 有些的感受 我就會選擇寫在這裡 那至於這一邊 很大的格子呢 我就暫時未想到要來做什麼的 我相信都是用來寫字 或者是畫公仔的了 因為我是屬於文字比較多的人 我喜歡寫東西的 那我就會幫自己留多點的位置啦 那其實你會見到呢 這裡是多了一條線出來的 我後面呢 格式已經有少少不同了 譬如我一開始呢 都仍是用著 紀錄三餐的 但這條線已經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有點雅 其實我可以給它一個大一點的格子 那這個就是 又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是草果幫到我們的地方 後來呢 我覺得不紀錄三餐 對於我來說 可能真的 沒什麼太大重要性 那我就變成了是紀錄打卡啦 譬如我做運動 和吃素的一些紀錄 那我就用了點點去幫忙的 因為為什麼不直接吸進去 表示我做了呢 我很擔心去到後面呢 我那支 哈利盆沒有了麥 那我又未必來得及去買的時候 那我這個打卡就廢了 所以我就決定 所有的點點我都先點了 點完之後呢 我才會在上面打剔還是怎樣的 最後呢 我就在這裡試了一些 畫時間線的方式啦 我上網呢 見過有人是用這種方式 畫一個圈圈 然後在旁邊有一條 在中間寫你做了什麼 但我發現呢 因為 譬如我的這些格子呢 不是完全是跟著到那條橫線的 譬如有些搭伴的地方呢 是中間的沒有線 給我跟著呢 就會畫到歪來歪去 我就不喜歡的 然後我就決定用這個點點的方法 在這裡點一點 然後拉一條直線 即是類似這一種的 不過我又覺得 好像有點太矮 我又嘗試用哈利盆呢 把它油了正方形 但是整體的感覺呢 我都不是說非常喜歡 最後我就決定了 用類似這種的方式 點完之後呢 用哈利盆 哈利了我寫的英文 譬如吃飯的一種顏色啦 工作的一種顏色等等 那這個哈利盆呢 即是我當日不記得 或者是沒有空 哈利呢 我之後都可以補回的 我只需要很簡單的 畫了兩個點點 一條直線 寫下我做了什麼呢 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亦都在這個草稿欄呢 試了一些顏色 因為呢 你不知道那個字質 其實是適合什麼的筆啊 又或者是 適合什麼的材料的嘛 你亦都可以在這一版 有些人呢 就會是打開的第一版啦 有些人呢 就會在最後那頁做這個活動的 那我自己就選擇是第一版 其實我覺得在最後一版 會比較好一點的 不過不要緊要啦 我就試了有水彩 你看到呢 水彩呢 它乾了之後呢 是會有一點點皺的 但如果我們壓平它呢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用水彩 你會見到呢 我未壓得平了 就會有一個少少的 拱起了的地方 不過我自己摺得到的 就無所謂啦 最重要是它不會過底 做漸變色都做到的 然後呢 就是highlight pen了 我用了幾種不同顏色的highlight pen 這些都是highlight pen來的 都會見到 其實都是沒有過底的 那這個部分呢 寫草稿的目的和它的作用呢 我都在這裡說得都 七七八八了 大概的就是想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啊 還有呢 你會見到我這裡有一些 英文字的 因為呢 我在每一個封面的旁邊呢 都吸了一個印仔 那我就想試一下這個印仔 究竟會不會過底 那我都在這裡試了啦 那第四個步驟 寫草稿呢 就完成了啦 最後我正式製作手像 之後呢 譬如你這樣做完了 全部做完了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啦 就是你本手像已經完成了啦 那如果你想知道我 是怎樣寫這本手像的話呢 就可以看我另外一條片啦 我整本手像呢 都會展示一次給大家看的 你都可以留意我之後 我上載的影片啦 那我也都會在資訊欄呢 放回所有資料的 如果有些什麼問題呢 都很歡迎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是 給我分享一下 你自己是 怎樣設計的 怎樣製作 讓我都可以學一下嘛